那我来发问问题咯 他用研究的心态 孕育各种蔬食养生料理 这是我的梦 我爱做菜 他的菜色都讲究滋味与口感 再细一点 再细一点 我会追求那个味 食材和面条都自行生产 他比那个制面师傅更挑剔 原来最刻骨铭心的是人生的滋味 是我人生跌到最顾底的时候 美食不外乎人情 阿型人情味滋味研究所 阿型人情味滋味